演藝圈MeToo事件又一樁 今天連結就到我們現場 我們今天這個男女主角 再次的引發大家的高度討論 女星是黑社會妹妹 之前當作助教的大牙 她目前大概是去演戲比較多 她指控是她的前老闆 就是她的經紀公司老闆陳建舟 在多年前趁得到香港出外景的時候 意圖對她性騷 還進她房間要來性侵她 還好沒有得逞 但是從這大牙的臉書 PO文一出之後 好像演藝圈大家不意外 一掛的藍鉤鉤在下面 按讚給她加油聲援 我想問您姐 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早知道 其實就是連環報 而且今天又是一個核彈級的 因為陳建舟跟她太太范范的人色 是非常非常的優質 做公益等等的 今天這個大牙她也是實名出來 她並沒有遮臉什麼什麼 蒙面什麼之類 雖然她沒有指名道姓陳建舟 但是說我的前老闆陳先生 然後一起去香港的 大家一看她的前老闆陳先生 只有一個人 就是陳建舟 而且你知道嗎 大雅現在其實她現在37歲 她說11年前 也就是她25 6歲的時候 你想想看 11年後她現在 她現在其實事業也還不錯 而且有家庭有老公有小孩 我何須去接11年前的窗疤 讓我再受苦一次 讓我把不堪的過去再掀出來 妳覺得她有這個必要嗎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大雅在這個時候跳出來 三千字喔 裡面寫得巨細迷 就是說那個整個發生的過程 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她覺得說 她就是記得很清楚啦 沒有辦法忘記 對 妳即使再會編 也編不出來 這樣我們來講說 她今天寫那三千字的內容 其實看了 我也是 我看了之後 也是這樣一直啊啊啊 這樣一直這樣 我覺得很有畫面 對 很有畫面 她是說11年前 因為那時候她是黑社會妹妹 然後就跟書畫人員 還有她的老闆陳先生 他們去香港出一個外景 她當天外景之後 因為非常非常的 因為外景當然是每天拚命的 早上 從早到晚拚命的拍 她說要回程的時候在車上 她就說好 她坐在後座 她的老闆陳先生就 從前座回來 早上來跟她講說 很累 晚上要不要鬆一下 她覺得說是在開玩笑 放鬆一下 對 她覺得是開玩笑還是怎樣 她就說好累好累 回去想趕快睡覺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給我你的防號 就說下來 下來那個check in的時候 她說給我防號 我等一下去幫你商一下這樣子 她就說不要開玩笑 她就給她經紀人的防號 她一看就說不對 這是經紀人的防號 不是你的防號 還打槍大牙說 這不是你的防號 馬上就識破了 然後她就說 她看她一直爐你知道嗎 後來就給她防號 她到了房間之後 她趕快先梳洗什麼 正要這個就圍個浴巾 她裡面其實 浴袍 她說裡面她也只剩一個內褲而已 因為她要去梳洗 她休息 明天還要錄一整天 她聽到叮咚叮咚叮咚 她以為她的閨蜜 她本來說她們也梳洗完 要來找她這樣 想說我還沒梳洗完 妳怎麼就來了 她就從那個貓眼一看 怎麼是剛剛跟她要防號 那個陳先生老闆 陳建都站在外面 對 在外面 她就說妳要幹嘛 她說妳進來進來 我幫妳鬆一下這樣子 她就說我不要 我好累 我要休息這樣 她說不要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兩句話就好了 妳開門 妳開門這樣子 妳畢竟在門外是老闆 妳也不可能 對 妳也不可能 就說妳不開門 妳又說什麼都不是這樣 她說我只講兩句話 兩句話就好了 她講說好吧 老闆明天要不要碰面 天天都要碰面 就把門一打開 她一打開 她就很快衝進來 衝進她房間 對 衝進來 然後就啪的出來她床上 然後她說 她說那個 我要不要生氣 我明天再很多事 我很累很累 她就說那個 就是我要給妳鬆一下 妳等一下就幫妳鬆一下 她還不放棄這個話題 對 然後她就你知道嗎 她就看她在退脫的時候 她就一把把她抱起來 把這個瘦小的大牙 啪的丟到床鋪上去 然後她就覺得完了 她就一直把內衣這樣 一直這樣拉得很緊很緊 她就說 這個 我真的很累很累很累 然後她就說 這個 妳知道嗎 妳范范姐姐 就是不喜歡做這檔事 她就覺得說 對 這是暗示什麼 對 她就說 這個 她就顧左右而言她 她就說 那個 她們快來找我了 就說 我剛好跟妳講 我的書化妝還有我的閨蜜 化妝師要找她 住隔壁 她們等一下就來找我 她說 那個 那我們坐快一點好了 她講這種話妳知道嗎 她說因為妳趕時間 那我們坐快一點好了 她就說 我真的 這當時還不能妥協 對 那時候正好有人走過 他們就反過來有聲音 她就說 我閨蜜她們來 她才說 真的是 然後她就準備真的要出去這樣 然後到門口的時候 妳知道嗎 還清一下 還要她清她 對 然後她就 她就可能是這樣 稍微一下下這樣 她就說 然後走出去妳知道嗎 她門啪的趕快關起來 結果妳知道嗎 馬上又叮咚了 幹嘛 她說又來了 那個妳借我一個卸妝油 因為可能剛剛有清到 可能有 摩擦有清到 她說 那個要不然等一下 我在那邊碰到人家 人家想說我現在哪有口紅那一款 卸妝油 表示說我是來給妳借卸妝油的 趕快就抹掉 還先找好這個犯罪的理由 所以後來還好妳知道嗎 她的閨蜜來了 化妝師來了 妳知道嗎 坐下來之後 電話又響了 電話又響了 還是她的老闆陳先生又打來了 對 妳知道 她說她的閨蜜跟化妝師 站在旁邊一起聽 她說妳很累今天了 在這兒了 晚上妳乾脆到我房間來 我的房間 她說在裡面可能不方便 然後妳有人找妳 到我房間來 我房間比較大 比較舒服 我們還可以一起看DVD這樣子 妳知道 她還要希望 又是她可以到房間去這樣 她當然就說很累很累很累 可是妳講 她真的是不死心 才掛斷電話 可是第二天 她也是照樣來去錄影 還要去出外景 工作還是得做 甚至於妳知道 後來回來台灣之後 她還 因為約簽在那邊 她後來後續 她還跟他們續 就是把約走完 又經過了兩三年妳知道嗎 中間她還拍了個寫真集 妳知道 寫真集拍了當天 因為他們就說 大雅拍了寫真集 好 我性感怎麼樣 她又立刻接到 這個老闆陳先生的App說 快… 庫傳幾張給我看看 這是拍完下來 是在講真的 因為妳很難去規定 對啊 所以她就說 事隔十一年 我為什麼這時候要講出來 因為十一年來 我一直都活在 很陰暗的角落裡面 我希望就是說 趁著這一次 大家所有人在討論 我希望把我的 就是我心得快黑外面 可以讓陽光照進來 我希望我為我十一年前的懦弱 就是說去做一個修補 但年姐妳認為 因為以這個陳建州的人設 她演藝圈很胡擁 妳覺得大雅講的是真的嗎 她當然就是說 在大雅三千字的這個文章之後 陳先生跟范范小姐 她們其實已經做出聲明說 只需烏有 她希望不要浪費社會資源 但是大雅 就是說後來又加了一段話 她透過經驗 她說 所言屬實 願意就是說 社會的一個公平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就是用 正義感的化身 來隱藏她曾經有過 性少的是事實 或者說她真的很會演 因為有網友就調出來 大雅爆料的 2012年7月18號 當時范范在大陸 忙著開巡演 她就沒有機會 顧到老公了 是 所以妳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 柯南辦案非常厲害 她有時間表 把她對出來 就是大雅講的那一天 她們去香港那一天 這個黑人沉浸中 沒有去大陸陪老婆巡演等等的 她反而要照顧 她們家的大雅去香港出個外景 她也要親陪這樣子 她們想說 那妳這個是不是利用 這個空窗期 空檔期 然後來做這個事情這樣 所以就是說 時間對照起來 她是泛泛式去做巡演 所以她這個時間是不是 這樣長這樣 軟軟軟軟這樣 這個也很難說 就很會去安排 那在想就是說 怎麼會都沒有被拍到 沒有被報過料 不一定不是 你知道嗎 其實她喜歡去香港對不對 她在2012年的時候 在香港一個藍櫃坊 就被拍到 湧著一個辣妹 在酒吧裡面 這個感覺就是很親密的互動 親她臉 對 香港狗仔還注意到陳建中 還認得出她來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她就說 你們幹什麼 我根本不認這個女的好不好 不認這個女的 怎麼會有這麼親密行為 她說那是因為我的朋友 沒有去過藍櫃坊 我帶她們去 我是招待她們去 然後這個也不曉得誰的朋友 就過來跟我講兩句話 你們這個借味 這樣就把我說成這樣 根本沒什麼 而且你們都知道我都不喝酒 這借味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女生 所以你知道嗎 她的這個反應 各方面還真的滿快 可是這個拍這個畫面 其實這個畫面看起來是 你自己 真的很親密 你說不認識我還真的很難相信 你自己會有那種想像的畫面 就是說真的是被狗仔這樣 連影片都拍到了 所以就是說 她們人設這麼樣的優質 可是今天被大雅這篇三千四 完全打掉 是不是後面還有更多人要跳出來 不得而知 好 我們看到演藝圈最近 發生很多的MeToo事件 從黃子椒 雅雅倫 到這個黑人陳建州 一個一個都形象非常好 但是這幾個人 都有共同的一個舉動 就是被指認性騷的人 都有採取法律行為 那這邊 因為索惠姐來我們現場 其實這個演藝圈的MeToo風暴 最早是從政壇開始吹起了 可是感覺政治人物被爆料 跟演藝圈被爆料 為什麼他們的反應動作跟 後來做的這個相關的 下一步的一個這樣子 採取的行為會截然不同呢 其實今天我看到這個 黑人的這個性騷擾的風波 又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原因就是跟之前的佑聖 或者在之前的王力宏等等 都一樣 他們平常把自己人設 經營得太好太好太好 然後現在一旦人設崩毀以後 就引起大家非常大的震撼 那這一波MeToo是從政治圈 一路延燒 包括政府機關 包括說現在 好 之前媒體業也有 也有集中 然後現在到了演藝圈 那連環報的結果 大家就去看說 好像政治人物在應變 這個MeToo的這個方式 跟演藝圈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剛剛再跟人家聊 我覺得原因是因為政治圈裡面 還有人主持公道 誰 怎麼叫主...政黨 像如果是在政黨裡面的 或是公職人員 或者是民意代表的話 這個政黨會說砍就砍 說成組就成組 而且如果說政治人物 還要喊告的時候 會有引來非常多的 外界的質疑的聲音 他會抗不中群眾的壓力 所以在政治圈裡面 通常大家就默默的認了 只能下台了 對 默默的認了 可是到了演藝圈 坦白說誰來主持公道 沒有人主持公道 今天NoNo不道歉 黃子嬌如果之後 不久再付出 然後這個黑人喊告 請問一下 那受害人有什麼辦法嗎 沒有啊 太久以前的事了 對 太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我要說 對一個女生來說 她願意拒名公開 而且她可能現在有的 甚至現在都已經結婚了 那她為什麼還要去 講這個當年的事呢 讓自己再遭受異樣的眼光 甚至還有一個 因為酸民的攻擊 好像她有一點情緒上的失控 她們為什麼願意呢 第一個要鼓起勇氣 第二個是想要 平復這麼多年的傷口 所以她們願意拒名去講出來 那剛剛講的這個大雅 我也是跟這個年姊一樣的想法 你寫了3000字耶 你真的是掰不出來的 這不可能胡周的 好 那經過十幾年 她細節還記得這麼清楚 大家就知道說 那個磕在她心裡的傷 有多痛 有多深 就像我們很深很深的傷口 即便結痂加掉了 那個痕跡還在是一樣的 這麼多年 她連對話的細節她都記得 所以她受傷有多重 這一波很多人在說 演藝圈還會不會繼續燒下去 演藝圈燒完 還會不會燒到別的圈 我認為該燒就要燒 該先就要先 因為這樣子才會讓 未來的女生更安全